大家好 我是阿海 先在云南七径马龙区 基地七径士气二十宫的地方找到农家院子 院子有两百坪 房子是四层半 每层都有卫生间洗澡间 带冰箱洗衣机 床铺 房子可以拎包入住 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三亩的菜地 可以使用 带在里面 房东说他长时间在外面打工 很少回来住 房子环境挺好 就是后面那一大洞 看到村里面建的也是比较高的 这个房子适合合租 一共有四层 每层都有卫生间洗澡间 一人租一层的话一个月就有两百多 一年是三千 加起来是整栋加菜地加燕子 拎包入住 还带三亩的菜地 是一万二一年 房东说一定要租长期 如果短期就不考虑了 我们看看周边的环境 看看位置 看看房子里面到底怎么样吧 在房子正面这边是一片空地 邻居家的 前面就是一个高速 高速服务器在这个山上的 从这边走路上去几百米也可以上去的 停车可以停到高速服务器 人下来也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房子积立高速入口有十公里 积立鸡头村赶机买菜也有十公里 万达市开车三十多分钟 我们现在看到这栋房子一万二一年 整栋还带三亩的菜地 这房东他大儿子的房子 那个要四万一年 他花了一百多万件的 那栋房子更漂亮 是新式别墅 你看这栋呢 建的时间也几年了 房子门口可以停车 你看车停到路边也行 这边是房东一个电烤房 他之前是做烤烟嘛 现在地都租完了 烤烟烤房也没用了 这边路是蛮宽的 这边可以停车 再看燕子 燕子大门差不多有三四米高 进来就是这个房间 全是落地窗 采光非常好 燕子有一百多瓶 接近两百瓶 这边是种了一横花台 你看花开得蛮漂亮 这边是侧面的一个小门 后门呢 那是房东 他这边电烤房 或者没人用的话 就用不了 他冰箱洗衣机都可以用 这边一个吸水池 大门两边呢 它是种了这个盆栽 黄豆山 从大门进来是一个客厅 下面是灰色的瓷砖 接着地板 这个客厅有四五十平 五十多平的 客厅看这个吊顶 采光 这家机家电 都是留在里面可以使用 网线没接通 那里有些电视盒 可以看电视 这边才是种了盆栽 采光稳好的 这边是上楼梯 到二楼 右手边过来是一个冰箱 双开门的 都是新的 都可以用 这边是一个灶台 因为常年不在里面 它落了灰 用布把这个盖起来 像那个做饭厨机 锅碗瓢棚 一体的 全部在里面 都可以用 楼梯下面是一个厨房 这边老年人可以住在这个里面 要用的东西 让房东留着不用让他射走 这个床一放下来 放上床垫 老年人可以睡一层 爬不到楼梯的话 现在上二楼 这个楼梯满宽的 有一米二 房子一进来 就是很凉快 现在到二层 上来是一大个客厅 看这个家机 这些东西都是全新的 房东建起来 当做昏房之后 在七斤买的房子 就搬出去了 客厅这一条是全新的落地窗 走这边是卫生间 洗手台 镜子 然后这边是一个洗澡间 卫生间 老年人的话可以放简易的马桶 洗澡是用太阳能 有热水冷水 农村水电很便宜 房东舍得在这个房子建 窗子都是隔音玻璃 你看这个窗子是断桥 断桥一共两层 外面还有一层 所以很安静 隔热嘛 这是客厅 那边就是一共一个两个 有三个卧室 这个是房东儿子的婚房 他有床要搬走 但是衣柜留在里面 是推拉的 也可以放在里面 这个床看着太大了 差不多有两米宽 所以房东的话是 当时买的蛮贵的 他就搬走 现在这些沙发 茶几啊 都是留在里面可以用 这边也有一张床 这边是小孩子的高低床 现在上三楼 这个楼层太高了 我们尽快一点 可能视频有点长了 上面跟隔肌 跟下面一样大了 进来是一个客厅 看这个前景的落地床 房东是做这个窗户离合金起家的 做了三十多年 所以给他大儿子小儿子 一人盖一栋房子 这边卫生间跟下面的隔肌 也是一样的 还养了一个盆栽 下面可以养鸡呢 看洗手池镜子都有 对一把花洒 吨的 下面二层是有三个卧室 三层的一共一两个 因为二层的 卧室小一点 三层的卧室大 这个是一米八的床 衣柜 它都是留点棉 可以用啊 这边就是空着 放了东西 现在在上楼 楼上这边是一间 也是一间房 这边是卫生间 跟下面隔肌一样大的 三层的这边是一个阳台 这里是房东他父亲的房子 所以他就卧室 床是一米八的石木床 它在留在里面可以用 长年不回来 他就用这些东西把它盖住 这个衣柜是推烂门的 现在就是四层了 我们再往上面 上面出来 这边是一个阳台 看这个洗尾池 十个人洗澡都够用的 这边是一个阳光房 这里还有一间卧室 头都绕阴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阳光房过来 这里还有一间卧室 小一点 这边房东喜欢养花种菜 他会在房顶 打个玻璃房 种点多肉啊 植物 有点花草也蛮好的 那栋房子 它大自的房子 那个花里百多万件的 房子更漂亮 更豪华 燕子也大 那个月它要四万一年 价格没弹好 所以视频发不出来 等价格弹好了之后 我就会发视频出来 看看这房子呢 就是这样 一轮的天大切是漂亮 蓝天白银的 这个房子呢 也干净 一家人住在里面也可以 如果网友一人租一层 合租也挺好 之前在水厢这边 找到一栋能通房子 房东装修好了 可以拎包入住 要一万二一年 现在时间长 没做出气 房东降价 只要一万一年啊 因为这段时间 避暑的人挺多了 这个房子适合一家人住 门口呢 就是南潘江 可以钓鱼 两边都是公园呢 可以在这个公园里面休息 乘凉 这个水现在挺满深的 这个门口一条这个楼梯 可以下去了 到这个河边 网上买菜 在这边自取点 在这里可以起 到买菜的集市 起快递 有四公里左右 我们现在看到这栋房子呢 门口一棵树 两边是种的果树啊 车可以开在门前 后门还也可以停车呢 还有一个后门住气 还带块菜地使用 房子一共有三层啊 下面还有一层 虽然在河边 但是这边不潮湿 门口现在是种一些 无花果仙人掌啊 你看无花果结的都 蛮多的 这边车也可以停到这里啊 这道大铁门进来 这边也可以停电瓶车 房东当时找到房子重新收拾 房东重新把这个房子装修 刮过白 有大半年时间了 这边是一个厨房 冰箱洗衣机 电磁炉 做饭厨机 还有个餐桌 餐厅呢 这些东西呢 都是带在里面 都可以用啊 现在上 这边呢 这有两间卧室 这边是卫生间 卫生间是蹲的 看这卫生间也蛮大的 有个洗衣机 这边有一个镜子 这些是卧室 卧室都是二三石坪 卧室比较大 一米八的石木床 然后这边呢 就是有衣柜 房子后面也是一条路 我们先看完房子之后 再从后面看看 复印层 这边过来也是一间呢 这间也大 也是二十多坪 采光很好 这个房子呢 是坐东向西的 层高也蛮高的 现在上三楼 三楼看完之后 我们再看下面 还有一层 三楼上来左手边 跟下面的阁界 也是一样大的 这个房子是买了 石木床 一米八的 两边都有柜子 看这边呢 还有一柜 这边房子后面 就是三边了 看这房子 重新打扫过 也干净 清爽 只要再收拾一下 就可以了 这边这间呢 也是一张 一米二的床 有个柜子 窗帘 然后那边是衣柜 当时找了个房子 房东住了几年 有点久 他重新刷过 把窗帘弄下来 全部洗过了 这也是卫生间 蹲的 这一间呢 也是一间卧室 在中间 有个玻璃窗 那边是可以接了网线 这个房子 房东是接通网线的 这边是一大个客厅 有沙发 电视 网线 它都可以接上 电视在这里 还没接呢 从这边过来 也是一间卧室 看这个房间 也干净了 主要是看到这个环境 非常好 门口就是南畔江 你看看这边空气 环境都好了 好 老龙让我站楼顶看一下 现在在楼顶呢 楼顶过来 这边是一条铁门 上面重新做过防水的 这个吸水池 太阳能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两三方水 眼中的就是山边了 看一下这边 门口这个环境呢 你看就非常好了 那边呢 就是有凉亭可以休息 到时期就有五公里 到六公里 到沿江赶基买菜 有四公里左右 阳台是从房东 重新做过防水 面积挺大的 这是房东的 现在我们房子后面 房子后面是一条路 村里面进来的路 不是很吵 从这边过去呢 就是菜地 看这个房子呢 现在是后门一道大铁门 前面呢 就是窗户 看着也是三层 房东它之前是收废品的 它放了很多东西在里面 由于要租的话 它就两三天 就全部收干净了 这是房东的 这边下面也可以当仓库 也可以当卧室使用 下面是水泥的 这里是一间房 过去呢 还有一间小房子 往这里也是一间 这个都三十多坪了 很大 从这边楼梯下来 可以放东西 这边是上楼 这边还有一间呢 也是十几二十坪的 也是一张床 放了杂物 好了 这个房子呢 就是这样 现在房东呢 在面前就是一万一年 然后可以租长期嘛 如果是租的时间久 多付几年房租 房东实际上可以再少一点了 好了 大家记得怎么样 我是阿海 这期视频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